图姓儿刚从巴黎返港出席活动 这次巴黎之旅除了工作 还跟老公浪漫旅行哦 这一次也很开心 就是老公也有一些时间可以陪我过去 其实我过去是因为要工作的 然后自己就有几天的假期就留下来旅游一下了 姓儿还在巴黎疯狂写拼 老公的钱包一定大出血了吧 其实有很多我觉得自己都是被宠坏了 然后反正而且我觉得就是物质上的礼物也不是最重要 而是他能够腾出那个时间去陪我 已经是最好的礼物 那你们有没有在巴黎好好造人 两个去三个回来啊 没有啦没有啦 因为应该大家可能看到新闻都知道了 因为接下来我要进府了要拍那个《那年花开》 岳正元是因为他们已经开机了 所以我也很快就要投入这个工作 所以没有什么造人的计划暂时来说 但是肯定做完这个最后的项目就希望真的能全情投入了 因为也听很多朋友说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说你希望有怀上孩子都能怀上嘛 所以对啊就要好好地把握 我好好地工作完以后就对